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 不横坐 不横腿 不门脚 这个横坐与横躬不一样 你譬如一张长凳子可以坐两个人 你一个人鞋子脱掉 横坐在那儿 人家还能坐吗 这就叫不懂人情 你们没念过别的书 可念过唐宋八大家 有句话叫不尽人情 不尽人情 显不为大坚力 这是书老前辩坚论说的 不尽人情 这个人就是坚 你看这句吧 为什么 办事 办不出好事来 都以妨碍人为原则 无只说无自己 不敢说别人 无在台中几个学校都教过书 同事们就有这个 提倡给同学们自由 现在不兴礼这一套了 学生举个功 他还不高兴 认为太不自然了 那么你这个当教授 也不举功吗 我也不举功 我举什么功 无给你说吧 见了做大官的 他就举功 还有谁呢 见了洋人 他就规矩了 就是见了我们不规矩 这是无心眼看到的 那么这一段啊 现在有一些人 他就不讲这个理啦 认为说 这个像人家急功啊 很自然啊 这个教学生啊 就不要来这一套了 但是呢 他见了做大官的 他很奇怪 他很自然 他就跟他急个功 还有见到呢 外国人呢 见到洋人呢 他就很规矩了 他就显得有礼貌啦 也懂得去跟人打招呼啦 急功握手啦 那就是见了我们自己的人 不规矩 这是写入老人说 他自己亲眼见到的 那我们同修大概 大家也都见过 不肯腿 两个人坐在这 你把腿一搭 人家 搁来搁去 就会事了 不但这样 腿也不能伸了 你得往后边伸 譬如坐火车 你伸了腿 还拔了 因为 坐在靠窗边 你要 坐走到这边 你把腿一伸 有人 后来要坐 另一个位置 看见你伸 两条腿 有礼貌的 就说 先生对不起 没礼貌的 跨过你的腿 就过去 要是你脚上 被沾了土 对方说 你不让我坐 这时还说 什么礼呢 这火车 又不是你家里的 是公众的 这个礼 无给你说 凡事叫人 看不起 或是 没礼貌 皆是自找的 这句话 很稳当 无论什么 都是自己找的 这个横腿 就两个条 伸出去 那么这里 喜如老人 挤出坐火车 你坐火车 一排有 两个位置 如果你坐 靠窗户那边 你伸个腿 那也 还好啦 那如果坐 靠走到这边 那你 坐着腿 伸直 然后呢 有人要进来坐 靠窗户 那个位置 那如果 有人 看到你伸了两个腿 那给你讲 先 比较有礼貌 跟你讲 对不起 让我过一下 如果没有礼貌 他直接就 跨过去 你的腿 就过去 跨过去 如果他 鞋子有泥土 掉到你的脚上 那 那你这个 怎么办呢 这些 这个自己 没有礼貌 自己 自己找来了 这是不横腿 特别在公众场所 不蒙脚 不管你现在 不穿袜子 或者是穿袜子 你说 我的脚天天洗 你天天洗 谁晓得 就是不要当着 人家 面前蒙脚 握手是 常有的礼节 虽然你今天 没洗手 这还把了 这个 门脚 可不行 自己坐在那 门自己的脚 的很多 你留心看 吴就常 碰见这个 他高谈 扩论 还门了 他的脚 门起来 门完了 起来 再给 吴倒茶 吴这碗茶 怎么喝进去 他门的脚 吴 都不跟他 握手 这个门脚 就是 袜子 偷起来 然后 自己在 手在脚上 抓 脚趾头 抓一抓 那这个 就 很不好看 那你当着人 的面前 门自己的脚 那起来 还给人家 倒茶 也没洗手 那还要 跟人家 握手 让人家 那种 感觉怎么样 这个 这个是 绝对要避免 那么 血路老人 讲的这个 就是 的确 有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里 特别提出来 好 那么 这个 对众 对大众 第四 第四条 不横坐 坐不要横着坐 坐的时候 也不要横着腿 两只腿伸出去 特别在公车上 不门脚 不要袜子 偷起来 自己在那边 抓痒 这个都 很不好看 在大众面前 这个要 避免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不会增长 滑起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